這次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當中有一個議題關於香港的 就說是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有九個方面的要點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人大常委會去跟進 將九個方面的決定內容 我們會進一步將它具體化 這個工作我想在未來很快就會開始 民主沒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因應實情來發展 所以現在所做的就是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 我們來發展香港特色的民主的選舉制度 這個工作我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如果能夠支持令到香港的選舉制度 能夠朝向民主的方向不斷向前 這才是優質的民主 今次完善了這個選舉制度之後 只會增強中央對香港的信心 因為香港是過去一直是發揮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我相信我們未來仍然在 金融、專業服務、貿易 這些方面 繼續是能夠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 其實你看到這次是附件一、二、二可以修改 其實整個來講是加大了的認受性 我想不是民主主 其實商界都是維持一件事 即是必須是多不同的界別可以表達 真的民主來講是更加擴大 幾天來香港其實已經開展了很多的簽名 我們的社區只是工聯會 每次都好幾十個的街站 那個情況是令人鼓舞的 即是說市民對於愛國者治港這個原則 覺得應該用法律 或者用那個選舉條例那裡的完善來確立起來 簽名是一個凝聚共識 引起市民更加好的理解 即是人大的決定 現在的決定是一個更加廣泛的參與 即選委會的人數擴大了 即整個規模去到1,500 那立法會的規模也都是增加到90席 所以這個是一個更加均衡的參與 更加多的界別可以去參與 是一個香港政制發展 民主發展的一個向前前進的一步 愛國者治港是好的 因為愛國才會 其實愛香港 和愛國都應該要一起做到 如果是又愛香港又愛國 那讓他們去管治香港就好了 我贊成愛國者治港的 因為這樣才能做到事出來 所有事情都有決定性可以做到事 如果不是一美反對反對都沒有人做到事出來 太多機會讓他們在這裏搞事了 是搞到根本都做不到事的 好 一年 ier 美國